提起非洲永远逃不脱的两个字穷与富 说穷很简单 因为非洲大部分还是第三世界国家 加之技术水平落后 很多地方的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 而富说的是 在这片广袤无垠的非洲大陆下 还深埋着许许多多的天然财富 这其中就有令人疯狂的金子 那么本期的全球文史档案就给大家讲述 在非洲大陆中疯狂淘金的上林邦 如果你也对世界历史感兴趣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大家的支持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 在非洲西部 有着一个叫加纳的国家 这个国家出口的主要货物是黄金 可可 木材这三种 单单是出口黄金这一项 就足以见得这个国家所蕴含的金矿数量之多 因此加纳也被称为黄金海岸 现探民的黄金储量约为980顿 掌握着如此巨大数量的黄金国家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很富有的 但事实上受各种因素影响 这个国家并不算富有 甚至直到1994年 才被联合国取消最不发达国家的成为 正是因为如此 许许多多的外国人慢慢了解了这里的商机 纷纷来到这片土地 想靠着技术和手段在这里赚倒的金子 从而大富大贵 这其中也不乏中国人 最早的一批去加纳淘金的中国人来自黑龙江省 随后湖南省也出现了一批加纳淘金人 而真正在这个行业里做着头把交椅 并且大富大贵的 是后来居上的上林帮 之所以称之为上林帮 并不是指他们是特殊的帮会组织 而是说他们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广西省上林县 2005年 在广西上林流传着一个这样的故事 说一个上林的老乡 带着自己的全部身家 共计500多万元 赶赴加纳淘金 三年时间里 这500万被犯了20倍 这位老乡摇身一变成了真正的富翁 这样的消息 在那个人人渴望发财的地方 被一传十十传百的发酵着 没有人不为之感到疯狂 早已没有人能在意这个人是否存在 因为光是这样的故事就足够吸引人了 一时间 一批又一批的上林人赶赴遥远的非洲加纳 只为了让自己也成为故事中的一位 慢慢的 更多的传奇从加纳传到了中国 有的上林人从加纳回来 送给亲戚的见面里是金砖 有的上林人飞机还没落地 就订好了豪车豪宅 这一桩桩一件件 都在不断地刺激着一个又一个 想到那片土地淘金发财的人 并且不断有传言说 有许许多多从加纳回来的人都身家过亿 当地政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上林去加纳淘金却有歧视 但身家过亿的情况还不知道是否属实 世界上 早早就有人发现了加纳的秘密 英美等国家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到达这里 开始自己的工厂 他们的工厂都以严金为主 这种金矿的开采需要大型设备的帮助 而得益于科技发展较早的原因 英美等国的矿石企业家们 就可以在加纳站稳脚跟 而除了严金 在加纳的摊土上还分布着大量的杀金 因为位置特殊 无法用大型机械开采 所以英美等国家并未将杀金当作开采的目标 而加纳本地的技术相对落后 他们当地人大多采用手工的方法来开采搬运杀金 效率很低 这就给了上林帮淘金发财的机会 2005年时 上林人带着特有的杀泵技术来到加纳 这种技术能够在加纳的摊土上开采金杀 效率很高 一台杀泵平均一天就可以开采100克左右的黄金 而一个杀金地会同时安放两台杀泵 每天能够获得的收入十分可观 上林人所开采出的黄金 大部分卖给了其他地方的商人 而这些商人再将黄金带到国际市场 由此形成完整的交易链 同时在开采上 上林人还有着自己的技术垄断 尽管他们带着技术到了加纳 可杀泵的组装与使用方法 还是牢牢掌握在上林人自己手里 并没有外传 只有上林人自己才懂得这些方法 由此在当地有着非上林人不阻击的说法 关于外国人到加纳淘金 加纳当地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支持者 觉得加纳人可以从这些淘金者身上获利 并且互相学习 所以他们对待外来淘金者的态度也比较友好 而还有一些反对者 他们正在国家生态自然的角度考虑这件事 他们觉得外国人来到这里 在他们的土地开采着原本属于他们的资源 并且开采过后只留下遍地创意 和被过度开发的土地和资源 还有被污染的河流 这都是极大的问题 所以他们对于外国人开采这件事 并不是特别欢迎 尽管如此 上林人在加纳的某些地区 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人口聚集 在他们聚集的地方 建设了一系列符合中国人生活的设施 常见的如中国餐馆 酒店 甚至还有KTV等娱乐设施 有的上林人去到加纳 还选择在当地学习生子 一辈子生活在那里 当然 上林帮在加纳的淘金之旅 并不轻松 甚至有人为此搭上了性命 首先他们需要面对的 就是强盗的炮火 再加纳 针对淘金者的抢击案件发生率 并不低 当地的劫匪 往往装备精粮 弹药充足 他们成群结队地 来到淘金者的工地 靠着炮火实施抢劫 假如淘金者不配合他们 那么他们也就不吝啬弹药 上林彩金者胡哄时说 一国生存 首先是保命 才是自要的 在他的工地上 时常备有200克的金子 这些金子不用来交易 因为在劫匪来临时 这就是大家的买命财 所以为了安全 在加纳的上林人 通常是几个工程队住在一起 互相能有个照应 麦金时也是大家一起 集资雇佣当地的保镖护送 但即便这样 有时也会有同胞 死在这片财富与危机共存的地方 慢慢很多工程队 开始自己准备枪支 面对人数较少的劫匪 也有一定的还击能力和威慑作用 而在加纳 比劫匪还可怕的是瘧疾 这种由瘧疾原虫引发的传染病 在非洲大陆并不罕见 由于很多工程队的周边 没有就医场所 受感染的患者 不能及时就医治疗 部分淘金者 就被这种传染病带走了生命 把自己的发财梦和一条命 一起埋在了遥远的异国他乡 除此之外 很多的上林人 去加纳淘金所持的签证 是旅游签证 而非工作签证 这就导致当地的移民局 时常拜访他们 他们会面对被遣送回国的风险 由此可见 在加纳当地的淘金生活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安全平静 反而要面对很多种危险 但这依旧不妨按一批又一批的上林人 飘扬过海道遥远的非洲 去追寻自己的黄金梦 自古以来 历朝历代都有淘金者 黄金是最为保质的物品 深受世界各地人民喜爱 这也造就了黄金无可匹敌的尊贵地位 然而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 历史上因为争夺而酿成的悲剧与惨案 也数不胜数 如今的上林帮也是如此 有人拿出全部家当 去到了遥远的非洲大陆 用自己的青春与时间 在那里实现了自己的黄金梦 而有的人怀着同样的梦想 到那里却只换了黄土一堆 不禁令人感叹 黄金的诱惑力如此巨大 只是试问若用同样的机会摆在眼前 会有多少人不心动呢 如果你也对世界历史感兴趣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大家的支持是我们创作最大的动力